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溫馬五虎之一的中鎮圖 在去年6月30日曾經出席過一次撐警集會 當時他在集會之上 就斥責香港的年輕人九不八 於是引來網絡上的一片馬聲 連帶他和譚詠麟很多的長年歌迷都唾棄了他們 事隔一年之後 這隻中鎮圖又說自己寫了一首歌出來撐警 究竟搞什麼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一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隻中鎮圖說到 很感激香港警隊為香港付出了這麼多 他又能夠做些什麼呢 就是唯有寫一首歌 將他的心意送給香港警隊 實際這首歌詞的內容 都是極盡辱麻和骨臂之能事 總之是讚得香港警察天上有地下無 實際這首歌也反映得到 他去年出席撐警集會 並非是一時衝動之舉 絕對是處心積慮 今年又無厘頭寫一首歌撐警 無非都是為了擦鞋 實際是他自己說出來的藉口 我想他自己也不相信 說感激香港警隊為香港付出了很多 也不要說在過去一年多以來 香港警察到底干犯了什麼問題 只是當普通打工 香港有哪一個工種 上班的時候是不用付出的 那些工資是天下降下來的 中鎮圖 你自己做歌星都要寫歌 每一個工種都要付出 為什麼你唯獨市政是感激香港警察呢 有個法官曾經說過 說香港警察就是 well paid for it 就是說他們根本上就是 拿到一份很好的薪水 那份已經是他們的報酬 再加上去年 整天都要出勤 一出勤就一窩蜂去 那些OT錢就耕計 全部人是有薪出的 不是做義工的 你就去寫一首歌感激他們 對不對 你身為樂隊成員 當然我都不懂得界定 到底這個瘟那樂隊 是不是這個block and roll 是不是搖滾的 我不懂分辨 反正一般的樂隊 都是為了那些青年人去鼓舞 他又不是的 他們是為了政權去投資抹粉 你看一下 一拍到泰國的明星 那些歌聲的時候 根本上就比下去了 別人全部 絕大部分 別說全部 都是站在人民群眾那邊 香港的歌聲 有些不出聲的都由自可 當是疑中留情 出聲的大部分都是站在政權那邊 所以香港的所謂明星應該自殘形畏 如果你說要賺吃 難道泰國的明星 歌聲全部不用賺吃 那些全部吃香 吃風 人家不是一樣要賺吃 只不過 人家就沒有 被人民幣養得那麼肥 沒有養得胃口那麼大 所以呢 還可以有多少風骨 說回多少屬於 發自內心的一些說話 香港那些所謂的演藝界 很多已經是被人民幣 養肥養大了 養大了的胃口 回不了頭 實請你說香港的演藝界 在香港究竟是不是完全沒有了任何的生存空間呢 不見得說沒有 只不過呢 大陸逐點逐點來陰乾你 就是用這個銀彈策略 不斷吸收你的台前幕後 那些歌聲 回到大陸登台 巡迴演出 這樣 賺開人民幣 賺慣了 賺大了的胃口 回到香港 所謂大雞不吃小米 就變成看不起本地的市場 根本上已經養肥了 這個理論我都講過很多次 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所以搞壞了香港的演藝事業 還哪有人搞呢 啊 只是做你本地市場 人家回到大陸拍一集電視劇 都已經七位數字人民幣了 啊 那你在香港拍什麼呢 是不是呢 我想拍完都沒有那麼多預算 所以搞壞了 但是呢 你那些歌聲 即是得蝎好意就衰回首 始終來講 過去幾十年你是從哪一道去發跡的 即是經常說要喝水思源 不只是喝個東江水的 喝東江水的那些是付費的 大哥不是免費的 問題就是 喂 你這班這樣的香港歌聲 事實上就是喝香港人的奶水大的嘛 不是靠香港人過去四五十年 這樣捧這班人 哪有得你 在那裡上位才行的啊 實情這班人啊 回到大陸還有機會可以登台啊 無非都是靠以往那些的余音 以往織下來的知名度啊 名氣啊 以往創作樂的那些歌曲啊 這樣就是回到大陸那些登台而已 如果說要講喝水思源啊 這班香港歌聲就很應該顧念一下 香港的青年啦 是不是啊 浪費鬼氣 好了 接著又講一下這個陳百祥阿聰啦 他自從拿完荷蘭水蓋以後呢 就不斷地接受大陸的媒體訪問啦 最新呢 這個新華社昨天又登了他的一篇專訪啦 新華社呢 哇 似乎又對他讚到天上有地下無啦 首先呢 就說陳百祥是促進社會和諧和溝通的良好榜樣 是新一代演藝人的模範啊 如果是真的話呢 難怪香港的演藝界是全靠了啦 是無範啊 找陳百祥做 好了 接著呢 又說 這個陳百祥是深受香港市民喜愛的 喜愛還是厭惡呢 他們呢 舉例 說唐伯虎點秋香裡面的竹芝山形象深入人心 啊 這個竹芝山只是說他那隻著世的 就是怎樣深入民心法 哈哈哈 唉 真的 好了 這個陳百祥又說些什麼呢 他就說 他的人生是黑白分明的 沒有什麼灰色地帶 無論做人做事都立場鮮明 情侄惡如仇啊 只不過很多香港市民只看到這個陳百祥呢 視野狹隱 啊 眼界又偏頗 總之呢 有利於他立場的事情就看到 不利於他立場的事情就看不到 啊 啊 那他還有說些什麼呢 他還在說 啊 啊 在網上遭到起底和攻擊 啊 但是呢 自己從來都沒有畏懼過 在大是大非的關頭呢 如果不站出來說句公道說話 就對不起自己啊 他又說他的字典裡面沒有個怕字 啊 實情呢 他說這番說話呢 完全就是混吉的 啊 他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喂 他說被人起底 你還有什麼底可以被人起啊 是不是啊 喂 就算你自己的個人經歷啊 或者是 啊 你還有什麼底被人起呢 是不是啊 你在演藝界幾十年了 就拿起底這兩個字出來說事 喂 如果你陳百祥是一個普通市民 打扮普通工作的 喂 那還有得好說啊 說你被人起底 喂 你在這個演藝界這麼多年了 你那些東西都是公開資料來的 還有什麼好被人起底啊 請問 啊 跟著又說呢 在網上遭到攻擊 這些又是多餘的 喂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呢 就所謂吃得咸魚抵得渴 如果你是不抵受得人家攻擊的 喂 你不要做這個公眾嘛 是不是啊 做得演藝界 預了被人平頭品足的啦 啊 你女明星啊 被人平身材啊 是不是啊 你作為一個藍藝員 又會被人平這樣平那樣 喂 這個是必然的事來的 你入行的時候 已經知道的啦 這些東西是不是啊 現在撐完警了 啊 在網絡上面 招致劣平了 啊 又拿回這些東西出來 說三說四 又說字典裡面沒有個怕字 你當然是沒有個怕字啦 是不是啊 拆鞋拆到可以拿荷蘭水蓋 你還有什麼好怕呢 反正呢 啊 不理於自己立場的東西 就當看不到 啊 不知道就算數 啊 誰救你臉皮口啊 啊 還說沒有個怕字 你當然不怕啦 好了 他最後說一件事呢 又是離譜的東西來的 啊 他就說 以演藝圈作為例子 過去香港的影視產品影響著整個華人地區 如今呢 中國發展起來了 十幾億人的市場 那就視乎大家能不能夠把握機遇啊 他說香港只有融入國家的發展 河流匯入大海才會有更美好的未來 啊 啊 實情這些人就是過分強調了那個一國 啊 就沒有呢 來到去尊重兩制的差異 啊 實情呢 如果不是有這些拆鞋子在從中作梗的話呢 就算你本地的那些創作啊 啊 本來呢 都仍然是一定會有生存空間的 因為大陸有很多事情他根本上又不可以做的嘛 比如說拍鬼片啊 拍某些類型的題材啊 他一定不行啊 拍警匪片就一定要那個警察是正直的嘛 你看無間道 啊 香港和大陸有兩個大結局你就知道啦 是不是啊 之前廣電總局有頒發什麼文件 本來有一個兩制差異 是要說 如果你是尊重這個兩制差異的 你就照做 不一定牽涉政治的 他有很多東西不牽涉政治 他都說是敏感題材的啊 那麼本來你還有一個空間呢 是可以填補大陸的那些空白的 好啦 那些人都說要融入大陸 你融入大陸就是融入人民幣 而已嘛 融入什麼呢 好啦 給他人民幣一級收了的時候 那就陰乾了 所以呢 真是虧陳百祥還可以說這些風涼說話 你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 是不是 在過往香港的黃金年代 你就發職上位 然後呢 又回大陸那時候呢 繼續賺取你的人民幣 那到底有沒有想過 有一刻是要提拔一下那些新人的呢 是不是呢 沒有的 一邊說話 就說要融入國家的發展 什麼什麼什麼 那用什麼一國兩制呢 不如一國一制吧 學你這麼說 什麼都要融合國家的發展 你都要尊重那個 所謂兩制僅餘的差異才行 如果真是尊重這個兩制差異 其實更大有可為 在演藝界來說 至少 那有沒有人這樣做呢 還是說 都自我審查 反正那些電影拍了出來 如果是題材敏感的 大陸上不了話的 都沒有人肯做的了 難怪陳百祥說要河流匯入大海 只有融入國家的發展 才有更好的未來 對於陳百祥本人來說就是 因為他融入到上面的時候 就可以繼續賺取他的人民幣 但是你也要顧一下 到底香港的演藝事業 還需不需要發展 好了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